這樣的陳述其實就是他跟當時被判刑的一個很重要的依據 可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這段這個部分是在影片中被放大 因為其實被放大的原因就是要討論說 他就變成一個影片的核心 那我覺得他們要做的一個控訴是說 其實並不是我們想要自主性的想要把他們打死 而是被上級的長官所面臨下來的 那反而他們就開始去做這樣的一個歷史回覆 那回覆之後就開始 就是在服刑結束之後的那個海底監視 他們又到日本去繼續服刑 然後在這個期間其實他們 有些人發現自己跟日本其實在戰後跟日本已經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有些人還認為說 其實日本在戰後我們被服刑結束出來之後 還是會受到日本的照顧 那種戰前的程度應該還是在 可是很可惜的是站起來的程度在戰後就沒有被兌現的 他們就變成了台籍 就是他們不是日本人 所以引發他們在球場運動上面其實有很多困難 因為在軍事法庭上面或是在很多的法律上 國際法庭上面其實他們不是日本人 然後以至於他們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球場 那因為那個球場到最後其實到現在還是不了了之 所以影片也沒有辦法把球場或是這段歷史做一個怎樣的敘述 怎樣的延續的那個陳述 所以到最後影片最後就只能 在做一個就是他們集體去做海情系的一個集體的唱頌 然後唱完之後就開始去交代說 這些台籍日本兵現在就慢慢的凋零 然後慢慢的一個一個的過世 像這樣的一個表演影片所呈現的 可是我們在做另外一個思考在於說 因為之前去討論 我討論另外一部紀錄片是郭亮眼的綠的海平線 它跟這一部次陽有點不太一樣的是 郭亮眼的綠的海平線對於日的裡面 少民工對於日本是絕對 也不是絕對大部分的認同 他們是認同這一段歷史 可是次陽好像就不一樣 但這個部分就變成我思考 次陽的確有那麼的完全不認同的那種感覺嗎 那我就再去討論喔 那於是我就把一些人的口述歷史 再跟林掌平的文本部分 就是那兩本口述歷史做一個討論喔 我發現陳志勒在這部影片裡面 其實做一個刪去跟抹去的一個動作 就是說其實有部分的人對於日本 是有一種認同的態度的